OK 今天我用一些符号呢 我先参照我手上找到一个古老的笔记 我以前的一个笔记 那符号可能跟各位的课本上符号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随便 你只要知道它的符号是怎么样 我建议回家重新操作一次 把它整个转成你熟悉的符号 OK来 我们从清约整能阶开始交起 假如说你在亮雾的时候都已经全部学过了 那你今天就很轻松坐在那边翘着脚就可以了 OK 假如说你没有学过 那你今天呢就从头听一次 就等于说也帮大家复习 好来 我们现在呢 从Hydrogen Hydrogen Atom开始 基本上Hydrogen Atom呢 它是有个原子核 然后呢我们用古典模型 外面的绕着一个电子在这边 假设呢它们两个当中的距离呢 是R OK 这样子就可以 但是一般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 我们当然第一步啊 要先写下Hydrogen Atom到底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OK 那这个系统里面总共包含两个 第一个就是原子核跟一个电子 那假如说我们让整个系统可以变成自由运动的话呢 把它看作一个例子 那么整个都要动 对不对 它们有执行运动 也有什么相互运动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这边啊 就这样子想 假设我们呢有个坐标系统在这 OK 然后呢 我们到达这个Nuclear的地方呢 画得不太好 算了 叫做Nuclear 到达电子的地方呢 叫做RE 对不对 那么两个中间呢 这个就叫做R 就叫做它们相对的运动 相对位置的R 好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呢 基本上 在我们保守场里面 这里面有什么场 外围对它没有施加任何力量 里面只有两个库轮啊 吸引力而已 所以基本上都是保守场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哈密托尼尔很简单啊 它就等于动能 再加上未能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现在动能有什么 动能有什么 动能我们可以分出Nuclear的动能 跟电子的动能 Nuclear的动能有什么 管它三七二十一 都是什么二分之1mv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p平方除以2m 一定是这样子的 p平方除以2m 那在我们x basis下面 p呢就要转换 变成负i负负得正 负h bar平方 over2m的 这个 对不对 Laplace 我们就会变成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这边 整个写上来 负的h bar平方 over2m 这个是Nuclear的 所以我加个N 开头Nuclear的 那里面呢 就是什么 Laplace 或者我们今天用xyz 坐标干脆就把它展开来好了 但是很快你就会发觉 你有xyz坐标是在自讨面区的 所以最好是转换到哪边去 球坐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喜欢 把它摆成这样子就好 所以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样 这是电子的 你可以写成这样 OK OK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有了这个 那么现在剩下的是V是等于什么 V是不是等于两者的互相相吸 对一个库仑依恋而言 它两者相吸是什么 4πΕ0分之1的 什么东西 Q of R嘛 对不对 未能Q of R 然后呢 再乘上你自己就变成能量了 所以我们会变成为 假设它是Z 我们Z 假设它是E Z呢 带电量也是E 所以总共E的平方 除以 R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这边写法呢 就可以写成为负的 因为它是吸引的 所以是负的 OK OK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是什么 原子核 的电量 对不对 E呢 就是库仑嘛 一个原子核带 带一个 带电体的话 一个子子 那就是E OK 所以我们这边很快 就可以写成负的 Z 1平方 4π F0 对不对 然后就R分之1啦 假设你把它写成 XYZ坐标 那么这边自然就会变成 一定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这是简单的一个写法 OK 简单的一个写法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做几个 简单的转换 假如说我们从这边啊 我们马上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R呢 可以写出一个R R就是R1 减掉RN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R 就是R1 减掉RN 就变成这个R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写法 这是没有问题 OK 然后再来一个呢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中心点 质量中心 R的位置 假设质量中心在这边 所以你会有个大R OK 会有个大R 那么这样质量中心的定义是什么 忘掉的话 我们就到 服务去找一下 它就是两个质量的相加 然后呢 然后呢 好像有一点利弊成成利据的感觉 OK 这个就是它的位置 假如说我们这边讲的是Nuclear 那你下面的XYZ 其实你描述Nuclear 有Nuclear的坐标 描述这个 这个电子有电子的坐标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我看看我们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将所有的Hermitoneal把它写出来 Hermitoneal就等于负的H bar平方 over 2m 这个是Nuclear 然后呢 我们对着Nuclear的位置 把它做两节微分 再减掉H bar平方 over 2m 然后变成电子 最后呢 再减掉 Z1平方 over 4pi Op0 V我们先暂时保留 V我们就把它写成 把它加上去一个V R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这样子一写了之后呢 很快你这整个式子 你经过一下 变数分离一下 你很快呢 就可以把它写出怎么样 我看看 起初两个部分 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地方 sorry 这边应该直接把它杀掉就好了 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们知道呢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整理一下呢 可以把它写出一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 质量中心的动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 相对运动的动能 对不对 相对运动的动能 真正这么写 好好写中文好了 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 ok 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未能是指什么 未能是指电子跟原子核当中的吸引 所以基本上也是相对的 坐标 因为只有两个人互相 两个互相吸引而已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假如说呢 我们 这样子一写的时候呢 我们本来是HR 作用在 一个微方形上面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 能量 也作用在这边 ok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 好像就可以分成两项 分成一项呢 是center of mass 另外一项是什么 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 怎么写 相对运动 relative 我写R1好了 R1 relative 那么 我的 这边就自然而然 就可以写成一个什么 center of mass 相对的 那我的energy 也会有center mass 以及相对的 中间的gcma下的 那个是mu mu就是它 mu分之一 对 因为你弄完mu会在下面 好 要不然的话 这个事实形状都一样 也就是说 你一定是h bar平方 除以2m 然后再乘上一个这个 大家都一样 那你相对的 你要是质量中心 m就是两者 要是相对运动就变成mu 所以这个可以是mu 这个可以是大A 那mu是什么 mu分之一 就会等于 mn分之一 加m1分之一 你以前习惯了 直接就把它 卸占两个相乘 两个相加 或者 你喜欢把它颠倒过来 对不对 你以前都习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mu 你把它写在下面 就变成他了 了解我意思吧 大M是两个相加而已 对对对 大M就整个 mn再加上me 这样的东西嘛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把这边 OK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两项 这两项一写出来之后呢 我们非常快速的啊 就可以发掘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 这两项 那我们要是仔细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central mass 它是什么 它只是个动能项而已啊 然后就等于一个energy 乘上位防水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对它感兴趣不大 核内交互 核内的 OK 核内的交互左右 这里面 我们包含了相对运动的动能 相对的慰能 OK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现在眼光呢 全部都要集中在 我们核内交互作用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现在开始呢 写下它相对运动的部分 好吧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mu把它带进来 然后呢 那我们要再加上一个 磁心的 不不 这个不是啊 这个凡是相对运动 我们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 卫能 VR R Persi ER 我就讲到E就好了 OK 反正这个是两者 相对运动 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现在开始呢 我们发觉在求助标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把原心点 反正这个是相对运动 原心点我就把它定在这边 OK 然后来看其他地方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知道啊 因为啊 这个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求助标里面呢 会等于这样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 微分 OK 偏微分 那剩下就很简单了 就把它通通带进去 对不对 就把这个带进来这边 那这两个相乘呢 或许你可以把这个移过去 然后再把它移回来 然后你就得到个等式 等于零的一个等式 OK 比如说呢 我们把它弄成这样子 这边我们就开始操作了 我们这个摆在这边 它会等于负的H8平方 over 22m 然后 这个先暂时摆了 免得越写越长 这个摆成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加上1 负的1 VR 减掉1 等于零 我是否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剩下的呢 只要把它丢进来就好 好 我们就开始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发觉 好复杂 算了算了算了 这边有常数 我很讨厌这个常数 常数把它丢过去 把它解决掉好不好 常数我们把它 这样子整理一下 减掉2m over H8平方 VR 减掉1 Psi 等于零 这样看起来比较简单 OK 这一整个就类似一个 未能像一样 那我们这边呢 整个就会变成怎么样 R平方 partial partial R R平方 partial Psi partial R 加上 R平方 Sine Theta partial partial Theta Sine Theta partial Psi partial Theta 再加上 R平方 Sine 平方 Theta partial 平方 Psi partial Phi 平方 减掉 2m over H8 VR 减掉 E Psi 等一点 我们是等一样子一个诗子 对不对 好长好长好长的一个诗子 其实也还好了 也没有多长 只是说在写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有点头晕脑胀 好 我们从上面做到下面 只是把它展开来而已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OK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个诗子 好 我们的第一个诗子一看了 我们就发觉很复杂 为什么很复杂 因为这个Psi 本身 在我们现在这里面 以我们现在这个坐标 我们是把Psi 写成为R Theta Phi 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三个函数 好像都夹在一起 你看看 这个Psi 可以被RV Psi也被ThetaV Psi Psi也可以被Five 就变得很复杂 那这怎么解 我们当然不能 不能够怎么解 对不对 所以呢 学过基本的应用数学的人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碰到这个要怎么办 这怎么办 我们最喜欢讲 物理系什么都不会可以 但拆东西一定要一流 对不对 好 做实验 做到不会就把仪器给拆了 装不装了回去 先不管 对不对 先把它给拆了再说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变成说 OK 假设我们有个PDE 这个叫做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得到一个Solution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改选意测 我们要用什么东西 用变数分离 Separational Variable 写中文好 空间比较小 我们变数分离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ODE 对 ODE的连力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用ODE 连力方程 之后我们就解ODE就好了 对不对 解ODE 我们就要把它解出来 然后组合 OK 好像铁金刚一样 我们组合完之后呢 又回来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很快 这当中当然有很多技巧 你要用到Bondray Condition 用到什么的 OK 这些都是各样的技巧 你要摆在中间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单单这一步到这一步 我们都解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只好再用迂回的策略 一条一条了 单独来解 之后才会回来 到这个地方 OK 今天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整个的过程 所以我将地图大概写在那边 好 那么现在呢 有了这么复杂的 最下面就第一次 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变数分离 好 变数分离我们怎么设定 我们就LIN LAT 不然就Assume 可以写成大R 大Theta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有很多地方呢 他很喜欢呢 直接这样子写 把后面这两个加起来 叫做 Y的Theta Phi 随便嘛 都可以 假设是用下面的这个 你只是先将R 空间R 跟Theta Phi 跟角度的两项分开来 假设用最上面的呢 你就直接把空间 Theta跟Phi 一次就把它分离掉 OK 这个叫做 我现在先采取 下面这个词词 这叫第二个词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叫变数分离啊 那各位同学 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就这么聪明的 会认为说 他这个函数 就等于个别 三个函数的相产 Why 为什么 当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呢 他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假设可以的话 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假设要可以的话 我们是否就可以把变数 整个分开来 反正这一看 这个并不是个非线性函数 这个是个线性函数 线性的PD 你怎么解 他都会有唯一的解 所以你假设下去 最后算得出来 那个就是他的解 好 假设我们这样一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第二个词子 代入第一个词子 然后除以第二个词子 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 这边就大R跟大Y 好 我们现在这边执行第一个 第一个要执行的时候呢 他只对R微分 是不是你一微的时候呢 R要保留下来 对不对 R会在里面 然后这个Y呢 有没有被微到 没有啊 所以Y呢 我就拉到外面来 然后呢 里面是什么 紧接着R平方 partial partialR R平方 partial大R partialR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的R呢 这两个是不是分别在 R在这里 Y在这里 对不对 好 然后继续来 第二项 第二项呢 是对θ微分 所以是不是只对Y微分 那R呢 R就多余的 让我里面灰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一项只对φ微分 φ只在Y里面 所以一样 你会得到一个R 拉出来 对不对 然后再等于这个 来我再重写一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边呢 Y 照抄一次 OK OK 那这个地方呢 右边是ψ嘛 ψ其实就是r 跟y 好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 太好了 ok 这样子没有问题吧 不过上面这个只是 只请二代到一而已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整个 除以 r y ok 这一除完之后 这一除完之后 你马上就发觉 这个y不见 这个y跟下面弄掉 这边变大r分之一 这个r跟它一弄完 这边只剩下y分之一 这跟它腰掉 约掉 这只剩下r y分之一 这两个 跟它依偎掉 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边啊 就会变成为 大r分之一的 r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r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眼光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通通都跟r有关系 第一项 第二项 g几乎都只跟c打有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在导弹之外 所以我把它框起来 第三项呢 几乎跟c打跟phi有关系 因为y就是c打跟phi的函数 除了前面r平方 这个在导弹之外 这一个 整个都只跟r有关系 对不对 那既然这两个导弹轨 都在下面 我把整体乘上r平方 这边都有r平方 r平方 所以呢 我干脆就把 就把它给解决掉 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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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个地方乘三个r平方 解决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来看呢 你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只是r的函数而已 中间这剩下的呢 是跟角度有关系 是不是 我们就相当于说 这边有两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彼此都独立了 只是加起来要等于0而已 那加起来我要等于什么 会让它等于0 我干脆 其中一个 等于某个数字 等于a好了 另外一个一定加起来等于负a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就很容易的来设定 来了解 它的一些行为 OK 那么假如说我们将r呢 跟它这个分开来 我们再先多做一步 好不好 让它漂亮一点 我们把这个大r 放在这个地方 我看看 我们把这个式子 跟那个式子排在一起 然后我把这一大串的东西 移到另外一边 负的 大家都有y分之一 y分之一先把它提出来 你里面就会变成为 可以写成这边 两段要相等 多了一个什么 对 这已经消掉了 写了 好加载 写下又超错了 好 这两个一定要相等 等于什么东西 我让它等于某一个数字 我让它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一个叫做beta 怎么没有东西 等于beta beta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么这样一来 我整个式子呢 就可以分解成两项 好 分解成这两项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会等于它 那我们干脆就把这个R 撑过来 OK 撑过来 我们整理一下呢 它会类似这样子 那就看看你要怎么整理 OK 你可以维持原来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 你不再需要用partial了 因为它本身里面呢 这个大R只有一个函数 假设我把它写回原来的式子 类似这样子 这一看 你发觉 就好像有一个operator 运作在这个R的V function上面 你会得到一个IgonValue 运作在R 对不对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好 第二个呢 也可以写出很类似的地方 不行 这边要维持partial OK 我们就好像得到这两个式子一样 打造型 Beta 位置数 对不对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分离的 第一个是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第二个还有点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让我们处理第二个 还可以更进一步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将这个结果写在这边 我们把它抄过来 它会等于 没关系 我们多抄一遍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它会变成为负的 h bar平方 over 2μ OK 那边写的m 其实都是μ OK 我要把它改过来 我从这边把它改过来 然后这里面呢 R平方 R平方 partial partial r R平方 partial partial r 再加上R平方sin θ partial partial θ sin θ partial partial θ 再加上Vr 再加上Vr 会等于这样子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式子 然后我们呢 那边就假设第二个式子 对不对 我们假设第二个 assume 这是第二个式子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下面的两个式子 负的h bar平方 over 2μ 对不对 这第一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呢 OK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式子 这个是第三 这是第四 好 我们第三呢 解出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解 就会是la grie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呢 我已经把它整个形式 它的解都已经 发下去给你们了 你们有拿到一张 有没有 编号28的 编号28的 第一个就是一个la grie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就是最后 我们会把它转换成la grie 下面这个呢 我们会把它 拆开成两项 θ跟φ φ呢一下就解完了 θ呢就是我们的呢 legen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一旦这个形式都出现了 它的解你马上就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样 不过我们要稍微多讲一点点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更进一步 yθ跟φ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为什么 我可以变成为 红色的 大θ 绿色的 fine 带φ 这是第五个式子 好 我们把第五个式子再带到地 我们把第五个式子 带到第四个式子 再除以第五个式子 我们都用同样的手法 当我们带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 这带进去 对θ微分呢 只有前面这一项 所以φ会被保留下来 这边只对φ微分 所以对外分 θ会被保留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 我们会等于负的 负的是整个题出来的 对负的 one over sineθ partial partialθ 什么颜色 红色 partialθ 但是我们会多出来一个 是大φ 所以φ我干脆把它写在前面 OK 加上 r平方 怎么会跑出r平方出来 这边没有r平方 都已经弄掉了 不会有r平方的 3平方 partial平方 等一下 这个我要拉后面 partial平方 partialφ平方 所以上面要大φ 会留下一个θ在这 等于 哦没有 还要乘上y 对不对 哦 y已经带进去了 等于β 乘上θ 拿错笔了 乘上 大φ 这两个 然后我们再把它除以 c大 除以这两个 所以呢 这边这个一除呢 大φ不见 这一除呢 大θ不见 这一除两个通常都不见 所以这样一来呢 会变成什么东西 负的 大θ分之一 one over sinθ partial partialθ sinθ partial 大θ 再加上 再加上 等于这样子 我们又来仔细看 反正都是负号嘛 负号我先把它带进去算 这边就把它变成负号 这一看呢 前面这个式子 只跟θ角度有关系 后面这个是常数 这个地方呢 除了这边跑出一个 陈曉金 θ平方θ之外 其他都只跟φ有关系 对不对 那我干脆把整个式子 乘上sin平方θ 这样子就比较好了 对不对 那乘上sin平方θ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干脆把负号移过去算了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的话 我看看怎么整理 好 这边就变成为 sin进来 这边是 θ分之一 sin平方θ 变sinθ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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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partial partial θ 加上β 3平方θ 对不对 等于 等于 1 over 5 partial平方 partial 5平方 又等于这样子 OK 有了这个之后呢 感觉也不错啊 好像已经分开来了 你看看 左边是跟θ有关系 右边是跟φ有关系 等于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东西 管它了 先假设一个东西好了 假设什么 我们前面已经假设一个β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假设一个 什么东西 β γ 好吧 那是不是我又可以分开来 变成两项 对不对 分开成两项 那我这边是否就可以变成为 这个sinθ 除过去 变成sinθ partial partial θ sinθ partial 大 θ partial θ 这个移过来 再加上βsin 平方θ 减掉α β跟α这种绿色的 再乘三个大θ 以及我们下一个 这边要个负 这边要个负 没错 没错 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边整理一下 所以我的计算 精准度很差 然后呢 再加上α α是绿色的 我们是不是又跑出这两项出来了 来 这个是我们的第六项 这是我们第七项 OK 太漂亮了 然后我把这两项 抄在这边 哇 我好像写太大了 照抄 我把它写成两边 长长的 OK sinθ partial partial θ sinθ partial partial θ 上面是 大的θ 再加上 OK 太好了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下来了 OK 要忍耐一下 我很容易计算错误 所以我每次算完 我一定要做个整理 不然我都不晓得 我跑到哪边去 好 经过这么多目的之后呢 我们终于将 第一个词子呢 分解成 哪几个词子 第三 第六 第七 OK 我们终于啊 从这个地方 走到这边了 OK 终于走到这边了 走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每个od都可以解 我们再解完到这个地方 重组 回去 就好了 OK 好 所以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对不对 好 我算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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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